- 呦! - 呦! - 呦! - 哈啰!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個感恩節報買開箱 其實你們手圖看的那些包裹呢,還不是我全部的包裹 如果我全部都留到現在才拆 這個房間我怕會放不下啊 所以我已經拆開稍微分分別類了齁 但因為我們今天有問過大家想不想看這些開箱嘛 所以我們今天會按照大家想要看的類別的順序來講解 首先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買的名牌鞋 你要只好身為一個務實的工程師 居然會花這麼多錢買一雙名牌鞋 我還是有點對自己感到guilty跟震驚啊 那再來呢就是我購買了一些廚房家電小物系列 最後呢則是囤了一年份的保養品 然後還有幾個化妝品這樣 那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就接著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個我人生中第一雙的名牌鞋 Ella Zander 1 這個光紙箱就看起來非常的高級對不對 連它裡面附的這個放收據的信封啊 都看起來高級到一個不行齁 不愧是價錢也很高級的鞋子 那Ella Zander 1應該算是一個設計師品牌 不過它這個鞋包的價錢都可以跟名牌拼了齁 那鞋子在這裡他們家非常有名的斷根鞋的短缺版 那他們家最有名的鞋子其實是另外一雙Cory 鞋根稍微短一點然後這個地方只有到腳踝 那我之所以會很想要這雙鞋子 是因為我有兩個閨蜜互相不認識啊 一個生活在美國一個生活在歐洲 那他們兩個人都有那雙Cory 真的是超級無敵好看啊 首先你看這種黑色的鞋子 多麼的百搭多麼的低調 你有任何的衣服不能配這雙鞋嗎 當然沒有嘛 但是看起來好像是沒有什麼心機的一雙皮鞋 轉過來就有這個斷根 然後這樣亮亮一閃一閃的走在路上超級無敵好看 那個回頭率真的是百分之百啊 你知道連常見人這種完全不懂流行的理工直男 看到我那兩個閨蜜穿那雙鞋都會說 哎呀那雙鞋好好看喔好特別喔 但因為昨天晚上常見人一直看我在那邊 猶豫要不要買Cory那雙 所以他決定直接買給我 換一個他可以安靜看電視的Friday night 所以我們之後會再補上Cory那雙的比較圖 好右邊這雙呢就是Alazana One他們家的經典款 懷靴Cory 因為是經典款招牌商品從來不打折哈 595一雙 那左邊這雙呢就是我這次先拿到的 Anna比較接近短靴 原價是695 但是打折到415 才讓我忍不住腦神經斷裂衝動購物啊 那放在一起比較就很明顯 Anna的根雖然高 但是桶高也高非常多 所以雖然看起來比較帥氣 但是比較容易顯得腳踝少一截 看起來腿比較短 那他們家的都有出兩種不同的顏色 Cory我拿的是玫瑰金 Anna拿的則是一般的銀色 那另外還有出一種是Stretch系列的 就是他的桶這個地方是比較用彈性皮 穿起來會比較舒服 而且他們家的鞋非常的好穿 即使是Anna這樣的高跟鞋 也可以很輕鬆的墊起來 走起來跟也非常穩 像有這種很粗厚的腳板 也完全不會覺得他們家的肩頭鞋不舒服哦 Anna這一雙呢不管是配短裙還是配長裙都很好看 我身上這超便宜淘寶150的紗裙 搭上這個鞋子是不是瞬間就顯得高級起來啦 而且我是屬於那種腿特別短 下半身特別肥胖的人 穿起來我還是覺得算蠻好看的 Cory這雙呢就更白搭了 隨便長褲T-shirt 電腦包都顯得很俐落很帥氣 而且因為短跟很好走 就算你需要奔跑趕捷運也完全沒有問題哦 再來呢這次感恩節其實沒有折扣 我當我順便買的這個Phillips Hue 這種是那種智慧型燈泡 其實現在做的廠商非常多家了 我本來第一次買智慧型燈泡的時候 覺得到底有誰這麼懶啊 就是懶得去開燈還需要智慧型燈泡 我跟你說這是我人生中買過最值得最划算的東西了 因為我們在這種高尾度的地方生活嘛 常常一醒來外面都還是黑的 但是你如果用這種智慧型燈泡 你可以讓它定時慢慢的亮起來 就像早晨的陽光一樣輕輕鬆鬆的叫醒你 那有一些人喜歡買這種智慧燈泡呢 是因為可以在你不在家的時候 還是這樣燈看起來有開關 所以外人就會以為這家其實還是有人在家的 就不會知道說整個家裡面沒有人 那其實如果你只是要這些功能 你可以買一個智慧Switch 就是智慧開關啦 改了那種電燈開關的地方 變成智慧型的之後 也可以自動開關電燈 但是我之所以推薦這個呢 是因為這個可以變色 它有一種可以變成彩色的 那我這款是比較便宜 只能夠變冷光跟暖光 我跟你說這種變化白黃光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平常晚上的時候 你要是燈看起來太冷 就會像台灣那種白慘慘的日光燈吧 看起來真的很不穩心 你要是換成稍微黃一點的燈光 那種夜晚溫馨的感覺就出來了 可是如果只是用黃燈 白天早不起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整個房間黃黃的很沒有精神啊 但換成這個呢 你要白可以白 要黃可以黃 真的非常的實用 再來呢是我笑想很久 當了YouTuber之後 終於覺得有借口買的 餅乾擠花器 其實這個東西蠻實用的 它可以一次讓你做出非常多 不同造型的餅乾 它就是一個像這樣壓嘛 你每壓一下就是出一個餅乾 然後它有一些替換的鐵片 每個鐵片是像這樣不同的形狀 所以你就可以同一個餅乾麵糊 但是擠出非常多不同的餅乾 那這個Also Group Grip 其實是我非常喜歡的牌子 它們家出非常多廚房小物 都很好用 下一個是這個 Stop的鑄鐵鍋 感恩節的時候非常多廠商都有特賣 一個是99美元 其實我們剛來美國的時候 周邊好多朋友都開始瘋狂的想要買鑄鐵鍋 因為我真的覺得鑄鐵鍋 特別是那種髮廊鑄鐵鍋 漂亮的那種 已經被行銷成一個萬用工具吧 但是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其實鑄鐵鍋真的沒有那麼神奇 它最大的好處就是美 那我身邊的朋友很多人買了LC 那也有很多人買了Stop 我可以跟大家講 通常買了Stop都比較滿意 因為LC呢 真的畢竟價錢就是比較高 所以你買一個很貴的東西 你自然對它的期待就高嘛 結果買回來之後發現 它其實也沒有真的非常的不沾 然後傳遞也不是真的非常的均勻 你自然就會非常的失望 那Stop相較之下呢 比較便宜一點 而且通常比較厚 所以呢你就會覺得CP值比較高 而且這個顏色是不是很美 上面還系一個像這樣的小緞帶 那個時候越來越來越看到這個小緞帶 我就整個在廚房裡面尖叫說 這也太可愛了吧 雖然說你用的時候還是要把小緞帶拆下來啦 但拆箱起來的感覺就是不一樣嘛 那我買Stop這個鑄鐵鍋呢 一方面是我自己本人產很久了啦 再來就是我身為一個鍋界的Youtuber 怎麼可以沒有用過Stop這個東西呢 不過它真的是滿重的啊 這個如果你想要蓄熱是一件好事齁 那Stop跟LC最大的不同呢 是裡面是黑色的 很多人以為裡面這個黑色呢 跟Lodge那個黑色鑄鐵鍋是一樣的 其實不是齁 它這種黑色其實也是一種黑色的髮廊 就是一個玻璃或陶瓷這類的東西啦 所以呢因為它的內側這個黑色的部分 其實已經是陶瓷了 所以你是不用養它的不用養鍋齁 但是為什麼還要做成黑色的呢 這種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呢是因為希望食物交在上面 你不會看出來 LC那個白色大家都有經驗嘛 用久之後裡面黃黃醜醜的很難弄掉 那如果它本來就是黑的就沒煩惱啦對不對 再來另外一方面呢是因為黑色其實比較能夠吸熱 我們很多時候用鑄鐵鍋是在烤箱裡 那烤箱的熱傳的地方是主要靠輻射熱 所以如果裡面是黑的的話呢 其實是比較容易吸收烤箱的輻射熱的 那STARB知名的設計呢 還有它這個擠水釘 這種擠水釘還有這邊這個凹槽的設計 都可以幫助水分更多的留在這個鍋裡 所以你要用這個來做無水鍋 其實真的是會比較好的 只是呢我必須要承認 當我去除去店買這個的時候呢 真的覺得STARB的外型跟LC比起來 還是LC比較美啊 LC真的是比較漂亮 但是STARB呢真的是一個CP值比較高的選擇喔 好再來下一個就是很多人都想看的這個 Incent Pod 氣炸鍋蓋 我們這邊有出一個台灣版本 Incent Pod 的review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Incent Pod 在美國呢真的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最多人使用的小家電品牌 特別是壓力鍋的就是Incent Pod 那它現在除了這個氣炸鍋蓋呢 是可以直接加在你原本的Incent Pod上面的 不過其實並不是所有的機型都能放齁 所以大家在購買之前最好先看清楚 那如果你的機型是不能結合這個氣炸鍋蓋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購買它的Incent Pod Crease 就是有含這個氣炸鍋蓋的 好那我們把它打開來看看齁 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拆呢 長得像飛盤的東西 長得像是電鍋裡面電片的東西 鐵芙蓉氣炸內鍋 我原則上是不會用啊 最後終於出現了這個氣炸鍋蓋 這個氣炸鍋蓋果然呢 後面就是一個發出熱風的風扇齁 氣炸鍋就是有風扇的烤箱 這個我們講過很多遍了哈 那這個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按鍵哈 可以調溫度可以調時間 有氣炸功能 一般的烤箱功能 一般Broyo這應該算製烤功能嗎 然後還有Roast 這個Roast其實也是製烤啊 這個英文跟中文要怎麼precise的翻譯比較好啊 Broyo通常會比較焦 Roast就是像烤雞的那種Roast 那還有一個重新加熱還有一個Dehydrate 可以做那種水果乾或是澀粉 太好了我想要這個Dehydrate 那主要運作的方式呢 是你先在那個不鏽鋼內鍋裡面放這個架子 然後把這個鐵芙蓉內鍋放上去 那如果你想要分層的話呢 因為它這地方是有設計出出來的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像這樣放上去 雖然說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不過非常多人說呢 上面這層跟下面那層這個烤熟的程度差很多啊 那剛剛這個像飛盤的東西呢 是因為這個上面這個東西理論上會出很多熱風嘛 所以你用完之後會很燙 拿起來之後你就會需要一個地方把它這樣放著 不過呢我現在有一點點在意耶 因為不管是它最下面這個架子 還是它這個所謂protection pad 給你放鍋蓋的地方齁 這個觸感摸起來都是尼龍啊 這種尼龍呢理論上雖然蠻耐熱的 可是實際上接觸一些熱的東西 還是會融出一些有毒物質到食物裡 通常會造成肝的傷害啊等等什麼的 所以在裡面放這個 這樣有對嗎 再加上它這個鐵芙蓉內鍋 這真的有對嗎 那不管怎麼說齁 我還另外在亞馬遜上買了這個 這個就是不鏽鋼的 那這個雖然不是醫生怕官家出的 但是跟這個大小一樣 所以可以拿來代替這個鐵芙蓉的內鍋齁 你看它總共是有五成的齁 所以如果你想用這個來做水果片或是牛肉乾啊什麼的 可以一次放很多個 那如果你要炸雞炸薯條 可能就不要一次放這麼多個這個熱傳遞效果應該比較好 所以我一開始買這個氣炸鍋蓋的時候呢 就是想要用這個代替它裡面的鐵芙蓉內鍋齁 現在特別是想替代掉這個尼龍 這個我滿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這個氣炸鍋蓋呢 我也想用了一陣子之後再跟大家review一下 有沒有比一般的氣炸鍋好 請大家等我唷 休息一下 好我們接下來眾人要進入到美妝用品區 首先第一個是一個身體乳液系列 這個其實是我姐讓我買的Sabon他們家的磨砂膏跟乳液 他們家的磨砂膏真的就是很單純的海鹽泡在香香的油裡 但它的油真的喔好香喔 我平常很討厭那種香精的味道吧 可是他們家真的都是一個很天然很舒服很高級的香味 真的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姐這麼跨洋還要購買齁 聽說這個東西在台灣賣的非常的貴 但我買了之後真的覺得 哇這香味也太驚人了吧 就真的是一個高級的香味啊 令人受不了 然後再來是護髮產品OLAPLEX 其實這次我買了非常多頭髮相關的東西 但這一組呢真的是唯一一組 我試用過後就覺得一定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真的只有一個神效可以形容啊 我用了他們家產品的隔天呢 就非常明顯的感覺到頭髮變柔順 很多觀眾也有發現喔 我覺得我最近髮質變好 真的是他們家的功勞 我自認我的頭髮敢說第二叉 絕對沒有人敢說第一叉了吧 就是天生的鋼絲頭自然卷非常的難處理喔 那我用過很多很貴的牌子 坦白說也沒有覺得太好用 只有這個真的是隔天就有效果 不得了 真的是連我們家的直男工程師老公 都可以迅速看得出來說 哎呦你今天頭髮怎麼這麼順 用了他們家的東西真的是不一樣 只是他們家產品真的是很貴啊 你看他這樣小小一罐就要28塊 那我是在Sephora他們家買的套組 而且那時候還有8折 現在看起來真的非常划算 但我之後呢 因為實在太驚豔於這個Olaplex的效果 所以我應該會很詳細的做一集頭髮保養 用力想要嘗試他們家的產品 絕對要從Number 3的髮膜開始嘗試 阿丁用了一次之後也是讚不絕口 覺得不可思議 真心超有用 真心超級貴 再來下一個是Clinchy的套組 這組真的是超級划算喔 它裡面是一個超級大的水磁場 我們之前介紹過這個乳液哈 超清爽超保濕超有用 然後搭配他們家的卸妝水 還有超級大的磨砂膏 本來呢光這麼大一罐的水磁場 售價就是78美元 那它當時整個套組打折 再加上Sephora的店家折扣 反正全部折完之後這一整套只要32塊 同時在Sephora購入的還有這一組 就是一個精華液、一個乳液 然後還有一個類似凝膠狀的東西吧 這個牌子我不太會念的是德文嗎? Olen Henrisken? 但是不管怎麼說呢 這三個Little Wonder非常的有名 據說用了之後可以明顯感覺到 皮膚緊實的效果 另外還有購買這個蘭蔻粉水 蘭蔻粉水真的是我用過最滋潤的化妝水 所以如果你想有一個滋潤的化妝水 真的可以考慮買一下試試看 它的成分跟那個Kiehl's的ultra facial cream 不能說一模一樣 但是有幾個東西是很類似的成分 所以就是抹了之後呢 可以在你的皮膚形成一個保護層 立馬就覺得有保濕 真的擦上去就立刻覺得有效 那個時候在蘭蔻的官網半價 所以買起來是非常划算的 那為了湊免運呢 我還買了蘭蔻他們家的粉底液 這個粉底液就是號稱可以保持24小時吧 叫做Teen Idol Ultra Wear 就是特別持久 然後SPF15還可以順便防曬 我用了之後真的超級無敵經驗 這個粉底液呢 真心持久但是不顯乾 因為通常這種持久型的粉底液呢 為了要能夠緊緊的巴在你的皮膚上 對我們這種乾皮膚的人而言啊 一擦上去就會立馬看到那個皮膚捐裂的紋路 但這個完全不會 而且它的遮瑕力真的很好 擦了一點點就很明顯覺得 我臉上的蛋斑什麼的都被蓋過去了 同樣覺得很划算的呢 還有這個亞斯蘭黛的精華液 這個都我們交過很多次了喔 它跟SK-II的化妝水其實是很類似的 都是類似細菌啊發酵之後產生的產物這樣子 那它本身用起來真的非常的驚人 用了之後就會覺得皮膚整個透亮起來 他們家非常有名的小棕瓶主要成分 跟這個是很類似的 不過我跟我幾個親戚都覺得 用了這個之後比較有效 上次有個觀眾留言讓我覺得很厲害 他就說我是售的廠商多少錢 怎麼會說小棕瓶沒有用這個比較好用 我如果售了亞斯蘭黛的錢 我為什麼要說亞斯蘭黛的招牌明星昂貴精華液沒有用 保養品這種東西真的是很看個人感受 我真的就是用了這個之後 覺得比它的精華液有效 所以才誠心推薦 那我推薦了親戚買了之後 他們也很愛所以這次跟著我一起回購 那這次配合亞斯蘭黛的官網活動 算下來這個東西大概是五折左右吧 而且同時呢還送一罐他們家正宗的小棕瓶的眼霜 然後還有一個洗面奶 洗面奶我留著那這個眼霜就送給我表姐了 因為我並沒有真的覺得這個眼霜很有效耶 這屬於那種清爽好清收的眼妝沒有錯啦 但是擦了好像沒什麼感覺 接下來這幾個呢都是有帶Costco購買的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Costco的官網上 你可以買到非常多有名的保養品跟化妝品 而且價錢幾乎都是10低價 所以即使在這個瘋狂的感恩節購物季 我通常還是會先讓Costco官網看一下它有出什麼啦 那Costco官網出現的美妝品真的不要猶豫 你要趕快訂貨不然會買不到 比方說它之前出了海洋啦啦那個乳霜嘛 那一罐大概只要40塊稅大概是7折吧 而且不只這樣還買兩罐送一罐 但是海洋啦啦那個乳霜實在是太貴了 如果真的買下來用然後很喜歡 我該怎麼辦 我要一直不斷的回購這麼貴的乳霜嗎 所以就在我這麼猶豫的過程中 它就迅速的賣光了 所以Costco要是有出現你喜歡的齁 真的不要猶豫 包括它前陣子有出YSL的唇膏啊 Chanel的唇膏啊 我在想說真的好便宜喔 可是我唇膏好像還是有點多 就在你思考的過程就會被買光光哈 那我這次買的是Kiehl's的Dark Spa Solution 這個也介紹過非常多次了 就是靠維他命C可以讓你整個臉有亮白的效果 我非常喜歡 同樣在Costco購入的是Kiehl's家的抗老精華 這罐在網路上的評價也是非常好齁 也是有將近五顆星的評價 所以我想用用看有沒有效 然後同時還購買了資生堂他們家的美白精華 資生堂這罐美白精華 這個包裝真的是很美 不覺得嗎 這個淡紫色然後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真的是外觀一百分 所以讓我蠻想試試看有沒有效的 擺在雙台上就賞心悅目啊 最後呢就是幾項化妝品 其實從雙十一開始呢 我陸陸續續買了蠻多的化妝品了 但我就挑了幾樣跟你們講 首先第一個我真的很推薦Rare Beauty 口紅不怎麼樣不想講 但是這個腮紅液真的很推薦 它很容易就可以抹開 粉狀腮紅雖然方便你摔上去就好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腮紅膏跟腮紅液 更容易做出那種白裡透紅的感覺 那size也小小的 價錢也很便宜 打折下來一組可能就十幾塊錢 所以是個很適合買來嘗試的小玩具吧 所以它這個腮紅液產品我真的是很愛 如果他們家只有有出這個腮紅液的小套子我一定會買 再來一樣是女明星出的化妝品牌 Fenty Beauty Fenty Beauty是那個Rihanna的牌子嘛 那坦白說這個好像很少人介紹 但我覺得他們這一組是個很棒的產品 它是那種修容棒 然後因為上面有磁鐵 所以可以像這樣就是合起來 我覺得以化妝產品的造型上看起來是非常的棒 那一組裡面呢會有一個高光棒 一個修容棒跟一個腮紅棒 但顏色雖然說我覺得修容有點太深 腮紅有點太亮 就是比較那種美系妝感吧 不是特別自然的顏色 可是它本身產品的設計很可愛 所以我還是很喜歡 同樣是Fenty Beauty的產品 這次我還購入了他們家的這個打亮盤 他們家這個打亮盤呢 是有一個比較自然的顏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較亮片的顏色 坦白說我沒有特別的愛 他們家的高光算是非常的Smooth好擦啦 那這個比較自然的呢 還算是蠻高級的 可是這個亮片呢 我就真的沒有很愛 很多人喜歡像這種鑽石高光 我本人真的不太愛 那他們家最出名的就是這個產品的六角形包裝 很可愛嘛 可是坦白說我覺得還好耶 就是有一種塑膠廉價感吧 相較於這個我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小孩子的玩具 而且本身也蠻貴的一個原價要38塊左右 那為什麼我買呢 因為我腦波弱的呢 看他們出這個中國新年套組打折很便宜就買了 那裡面附的是多一個他們家的這個唇釉吧 它裡面說是一個霧面唇釉啦 然後顏色是一個標準的正紅色 你看這個顏色就是很濃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這個唇釉超級無敵難用的呢 因為呢它本身真的很水 所以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化成血盆大口 我已經很久沒有用到這麼難用的霧面唇釉了 那真的要很小心 技術要很好 手千萬不能抖的人 才可以用他們家這個唇釉哈 再來是之前也有介紹過的CT家的高光修容盤 重新讓它出現一次呢 是我真的很愛它這個小巧精細高級的包裝 而且裡面的高光也是非常的細緻大推 這一次同期購入的呢 還有這個Kevin Alcone的修容書 這個是第三代了哈 我真的蠻愛的 因為它有三塊不同顏色的修容 而且顏色調得很棒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地畫出有深淺的修容 然後像我今天就是用這個畫的 就會顯得臉比較小 那它這個腮紅的顏色呢 也是有棕色到偏桃紅到變淺色 所以算還不錯吧 倒是這兩個高光我不太愛 因為一個高光非常的橘 可能有點接近那種適合腮紅上面的高光 那另外一個又很黃 所以這兩個高光我倒沒有那麼喜歡 好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現在東西真的超級多 整個房間裡面都是四散的包夥 所以等一下花很多時間整理了哈 那如果有什麼產品你很好奇 想要我之後做review的話 請留言讓我知道 喜歡這影片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按讚分享給我一點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